耶稣说了许多比义,是义言的故事,是烂子肥头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神是爸爸,神的儿子是信徒 其受雇的人是故事主的人,父亲的财富是表征基督的丰富 这个比义说明了神的爱、怜悯和宽恕,以及我们的软热和犯罪的倾向 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的对父亲说 父亲,请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产给我 父亲,请把归我的那一份家产给我 好,我就把藏一份家产给我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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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不得拿猪手车的 动家冲击 也没有人给我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益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父亲我放罪得罪了天 并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你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一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 向你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楚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 就切得以他亲水 父亲我放罪得罪了天 并得罪了你 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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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悔牛逗天来灾了 让我们吃饿快乐 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复 是而悠哉的 那十二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到了跳舞的声音 便就过一个仆人来 他问是什么事 不能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再无病的回来 把牛逗 摘了 大儿子就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你弟弟回来 你也在家 你也在家 让我们一起庆祝吧 让你这个儿子 让你这个儿子和汤弟 通尽用你的场约 他一来了 你倒入他 再了回牛逗 孩子 你始终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复 是而悠哉的 所以我们立正方喜快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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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